好我们现在这些是安卓这台是苹果 我们要把安卓里面的数据 还有APP转移到这台苹果手机里面 看看我们怎么去转 首先你要在安卓手机里面下载一个iOS 转移到iOS一个APP在安卓里面安装好 安装好以后我们在这种苹果手机里面 把苹果手机给它清掉重新抹掉还原 OK抹掉所有内容和设置 OK这里要收拾密码 这个只不说我这个手机是旧的 我要把它换过来的话 我就把原本手机里面的东西给它 全部给它抹掉 这个方法是可以将把通讯录啊 信息就是担心的历史记录啊 还有相机的照片视频呢 还有你流浓的那些书签呢 邮件账户啊日列这些都可以传到 从安卓传到苹果手机里面 另外呢那个安卓里面装的APP 如果说在苹果里面的APP store里面也有的话 都是免费的 它也会在这边会自动下载 但是如果收费的话 它可能就不会下载了 这边已经已经还原了 我们现在给它重置 OK 点击中文 中文大陆 OK 我们现在手动设置 下一步选择一个WiFi 要同一个WiFi的 先要激活iPhone 继续 充电器稍后睡着了 充电密码 然后这里就出现一个从安卓设备转移数据 也可以通过iCloud啊 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不管它 我们先从这个安卓设备数据 然后呢 这你就要求你从安卓设备转移里面有一个 装这个APP 我们这边也装好了 转移到 还有时候点继续 然后同意 容许 继续 然后这边点继续 它这里会出现一个667089 我们在这边设计667089 容许 容许 好 这里已经从安卓设备转移 正在准备 这边也是正在准备 好 这里还有哥哥的账户啊 信息啊 联系人啊 日历啊 还有相机教育 我们一起转移 哇 现在有一点奇迹 我们一起转移吧 确定 然后它这个计算不适应时间 我们这边看一下 适应一分钟 三分钟 很快呀 突然变成适应十一分钟了 三十八分钟了 四十三分钟 好 这里选顺已经传完了 这里大概耗时了二十分钟左右吧 它十多分钟二十分钟 OK 这里点完成 我们这里继续设置iPhone 然后设置你的App ID 好 这里要输一个 验证板 两不验证的 好 同意 好 这个也iCloud合并 OK 合并吧 意思就是说 将你的安卓里面的一些同情度的联系人 会同你的iPhone 你的iCloud 你的联系人合并在一起 手动安装给你信好了 定位前用 稍后设置好了 这个社后设置 不共享 可以开始使用 这里出现一个从App Store添加你安卓 十一步的应用 不添加和添加 那我们要添加 因为这里面有我们要添加上来 这样的话 它就会把安卓里面的一些App 也会转过来 在这边都会重新给你转上来 当然这些App都是免费的 但是还没有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 等一等 这个就是它邮箱引导过来的 所以我们要收拾一些 我的密码 我们看一下照片里面有没有 继续 照片里面已经有了 对 照片视频都在里面 都可以打开 可以 照片是有的 我们再看一下联系人 电话里面的联系人 没有 通讯路都有的 OK 奇怪那些App没出来呀 很长时间了 等了很久 但是这些App都没有出现 正常来说是可以出现 App 免费App是可以通过 就是在这边也会自动会下载的 刚刚我们也显示那个选项 但是到现在也没有出来 不知道问题出到哪里 但是我们的照片呢 通行录啊 还有 邮件呢 只要你输入密码它都会出来的 但是我看一下胆信 胆信里面有没有 OK 胆信里面信息是有的 胆信信息怎么转过来了 所以呢 这些应该都是 这边手机上面有东西 这边都会传过来 这个是没问题的 只不过呢 现在这个手机里面的那些 App呢 反而就没有出现 我等了很久也没出现 所以呢 传过来是没问题的 但是有点局限 就是有些东西传不过来 还有音乐呢 是传不过来的 OK 好吧 所以啊 大家如果要 安卓手机想转到 苹果手机的话 这个方法也是可以传的 App呢 我想有些东西 并不是所需要都要有的 但是你可以通过 苹果以后再去安装也是可以的 但是这些把通讯录啊 有点信息啊 还有照片的能传过来 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